年仅25岁的女生因为严重的秃头而就诊,那么医生询问后发现了其实她并没有患有什么严重的疾病,罪魁祸首就是她不吃主食。 那凡是有过减肥经历的人想必都知道一个观念,就是要想减肥成功,控制主食,就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更有不少极端的减肥方法推荐完全戒断碳水化合物来达到快速受生的目的。 那么的确,过多的碳水化合物囤积在身体内,很容易转化成令人讨厌的脂肪。 但是大家也不要忽视了,碳水化合物也是我们人体功能的最重要的物质之一。 如果说持续一段时间的低碳水化合物摄入,身体缺乏碳水化合物进行功能, 他就会以为我们正在遭遇饥荒,会很聪明地关闭一些身体中不太重要的功能来维持重要的器官的正常演讲。 所以说,长期低碳水的人很容易出现脱发,偏密,口臭,月经量减少,甚至停静的症状。 那么其实呢,大家都把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关系曲解了。 很多人都认为摄入碳水就等同于长脂肪,所以才那么害怕碳水。 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只有当我们摄入了过多的碳水化合物时,身体没有消耗完它们, 那么这些碳水化合物才会被留在体内转化成脂肪。 所以说,为了健康碳水化合物是一定要吃的。 但是又不想发胖的话,我们可以从量和种类上来进行控制。 每一餐吃一拳头大小的主食就足够了。 那么种类上呢,则可以选择一些五股杂粮来替代精致的主食。 碳水化合物不是红水猛兽,大家不要把它妖魔化了。 相反,它是维持我们身体健康的必备的营养成分。 不要害怕,健康吃没有问题。 我是徐医生,关注我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